而在选情最紧绷的台北市 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郝龙斌除了忙着扫街 还亲自打电话向选民败票 而民进党的苏贞昌今天公布了他最新的文宣广告 呼吁选民做出新的抉择 各位乡亲出来投票 出来投票投给二号 谢谢大家 国民党台北市选区八位立委和五位不分区立委 共同为郝龙斌催票 还将冰分十三路在选前一天早上 在各地帮忙败票 普隆斌也亲自打电话向选民拉票 你家有几票 谢谢啊 三票 谢谢谢谢 而对手苏贞昌则公布选前三十六小时的电视广告 强打台北市要改变 再过三十六个小时将是一个新的抉择 有些人可能还在犹豫 但绝对不要放弃 好处双方都绷紧神经向选民喊话 输来投票 但选前两天的关键时刻 平美媒体竟然开登全版广告 以好苏两人姓氏的协议 写的台北市将选出好市长或苏市长 由你决定 由于上头没有署名 不知道是由谁发出的广告 从选报法看 任何的竞选广告应该署名 这个连署名都不敢 就是典型的黑函 而这个黑函谁要受益 明远的一看便知 这不是我们总部出的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是哪里出的 欧民强调这篇广告与他们无关 而孙恩昌则表示 希望不要让这种遏制的选举文化得选 用选票来教训 选前关键三十六小时 好处两人都不敢大意 记者李欣 陈欣龙 郭俊玲 英雷琪 台北报道